大家好,我是大刘,今天分享一个茄子简单好吃的做法,不用过油,不用红烧,简单营养还美味 茄子两个洗净,切掉根部不要,从中间切开,再斜切成片,厚度大概3毫米左右最佳 切好的茄子装在一个大盆里,撒上食盐,然后把它搅匀 让茄子均匀的沾上食盐,腌制20分钟,腌制的同时我们准备配菜,切红椒分别切成丝 装盘备用,大蒜切成薄片 干辣椒切断增加香味,小葱切长段 经过20分钟腌制,已经杀出茄子的水分,然后用手转干 如果盐放的比较多,可以用水泡一下再转干 茄子这样处理一下,已经变软,而且水分很少,替代了过油的过程 热锅放油,下入大蒜干辣椒爆香 再倒入茄子,大火煸炒,煸出茄子的香味,这个过程大概20秒左右 然后下入青红椒丝,加食盐,白糖,生抽 继续大火翻炒入味 最后下入葱段,来一点明油提色蒸香 炒出葱香味后,即可起锅装盘 这样一道鲜香少油的茄子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家常菜,请关注随手做美食 谢谢大家的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